我真的有很多人想知道自己的姿勢 我怎麼說 其實人們 自己的想法都決定了 那裡的誤會和 那裡的 我 想要看自己的姿勢 哈囉 我是傑米 相信今天這個日子是Shining 還有Shining World的大家 非常重要的日子 沒錯 就是我們二哥中宣的名單 相信應該跟過往一樣 就是不管是成員們還是粉絲 就是已經在SNS上面給予一些祝福 那我們今天準備了中宣人物誌 然後就一起來勉懷他 1990年4月8日這天 中宣出生於首爾市中路區 因為爸爸是唱片行老闆的關係 讓他從小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喜歡上了音樂 同時也擁有了成為藝術家的夢想 更相信成為歌手會是他的使命 因此在國二的時候他也加入了學校的樂團 成為一名Bass手 朝著音樂之路他出了第一部 中宣在2005年時參加了SM Casting System 當時被星探看上後的他通過了試鏡 成為了SM娛樂的練習生 在還沒出道前他就已經和師姐張立穎 合唱了中文歌曲《交錯的愛》 一道深深的響 王族被英雄修在人海如何釋放 當時中宣甜蜜的嗓音 已經讓大家印象深刻 到了2008年5月19日 SM終於宣布推出了新男團 Shining 成員有溫流、中宣、Key、明豪和泰銘 中宣在團內擔任主唱的位置 5月25日 Shining以首張迷你專輯Replay正式出道 立刻獲得了很好的成績和大眾的關注 在中宣首次亮相就有著Bling Bling的稱號 在問號時他也會說 你好,Shining的Bling Bling的中宣 你好,Shining的Bling Bling的中宣 Bling Bling的中宣 才剛開始出道的他就是如此的閃亮耀眼 同年8月 Shining推出了首張正規專輯 Shining Walk 其中收錄曲 黑亞 是中宣第一次獨唱的歌曲 也因為這首歌是改編自西班牙歌手 亞雷漢德·羅桑斯的歌 讓中宣在西班牙也開始有了知名度 但在2010年10月12日的印尼演唱會上 中宣意外花桃造成左腳腳踝韌帶拉傷 一開始SN娛樂表示 傷勢不嚴重 兩天後就能復出 沒想到 卻在三天後改口說 中宣的腳踝持續性的疼痛 所以決定讓他在跑活動時 減少跳舞的部分 後來中宣也因為腳痛 在同年12月的日本第一場演唱會上 沒辦法完成參與演出 舞蹈部分也由當時還是練習生的類代替 中宣就這樣忍痛了兩個月 直到2011年1月才進行手術 並休養了三個月左右 後來在2013年4月 中宣又因為車禍造成鼻鼓骨折 休息了一個月左右回歸 讓粉絲非常的心疼 但也幸好 Shining 五名成員們總是互相扶持 才能讓閃我們一直看到活躍的他們 一直以來中宣也都努力在學習創作歌曲 2009年Shining發行的第二張迷你專輯 Romeo裡面的Juliet 正是中宣首次填詞的作品 同時也正式開啟了中宣的創作之路 我要說一下 我覺得這首歌超好聽 超好聽的 好 我蠻喜歡這首歌的 Juliet 之後的專輯 Lucifer Sharlock 和Dreamgirl等等 也都有收錄由中宣作詞的歌曲喔 Lucifer 隨著持續創作 中宣的能力也受到更多人的賞識 2013年IU第三張錄音室專輯裡的 A Gloomy Clock 就是由中宣所創作 並贈送給好友IU的 這也是中宣第一次作曲的作品 同年12月中宣也一首超到了 孫旦菲的數位單曲 Red Candle 中宣 中宣2015年也幫SO寫的Playboy 也因為太過好聽了 讓XO的粉絲們都稱呼他回 God的中宣 而在2016年幫李霞一作詞作曲的Brief 也非常好聽 就連YG前社長梁炫喜也大讚 這是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中宣在2014年接替成為電台節目《藍色之夜》的主持人 當時MBC就說因為中宣對音樂有著滿滿的熱情 因此請他成為DJ 中宣就這樣持續三年 每個晚上十二點到凌晨兩點陪伴著聽眾 慰勞著辛苦了一整天的大家 中宣的用心傾聽也成為了聽眾們最好的安慰 在2015年的MBC演藝大嫂上 中宣更獲得了廣播部門的優秀賞 很可惜的是 在2017年中宣因為行程繁忙的關係 最後做了很艱難的決定卸下了主持棒 在最後一天也讓中宣和粉絲們哭成了淚 之後中宣在2015年成為SM Solo Project的第一人 推出首張迷你專輯BASS 專輯推出後受到許多人的關注 因為中宣找來了許多音樂人一起參與 像是Ziantine和灰心等人 而且這也是SM U的第一次 讓專輯的先行曲以及超過半數的歌曲 是由歌手自行創作的喔 這也證明了中宣的實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光是先行曲Déjabu就獲得了英元七榜一位 主打歌Praisee也成為2015年1月 美國和全世界最多人觀看的MV第一名 同年9月中宣發行了首張創作小品集 Story OP1 收錄了他作為DJ時獲得好評的自創曲 並同時出版了熟本寫真小說 山河葉流逝放開的那些 裡面細膩的記錄著他創作的靈感來源和經歷 以及中宣親自拍攝照片等等 充滿著中宣的感性 這也讓他多了一個同樣很適合他的身份 叫作家 2016年中宣發行了首張正規專輯 SHE IS 收錄的歌曲跨越了許多音樂流派 展現了更多模樣讓粉絲們看見 也再次讓大家看到他對音樂的熱情 2017年的小品集 Story OP2 主打歌LONLY 更找來的泰妍合作 兩個人的嗓音搭配起來可以說是絕配 這首歌是 寂寞的一首歌 所以大家聽到很多想法 謝謝大家 I'm so lonely So lonely 那都红着一能够 我妈太疼 Gancana Gancana Azik for me 遗憾的是 虽然钟炫在音乐之路上受到大家的喜爱 但还是有许多酸民黑粉总是无所不在 2010年钟炫首次认爱了演员盛世锦 这让钟炫的部分粉丝完全无法接受 不仅攻击了绅士锦也攻击了钟炫 导致两个人交往八个月后就分手 虽然公司给的原因是说两人因为工作忙碌才和平分手的 但外界却猜测是因为无法承受外界的舆论压力 2013年的12月 钟炫将Twitter上的大头贴换成了一名学生编写的海报照片 内容是希望大家不要再迫害LGBT的议题 但因为它是以艺人身份公开支持LGBT的关系 再加上当年韩国民众的思想是比现在更加的保守 韩国保守论坛网站 ILBE的网友们就开始攻击钟炫 这些人甚至还去Shining的粉丝网站恶意张贴不牙照 让Shining粉丝开始跟这些网友站了起来 可能也因为这次的争议 之后让许多酸民开始放大检视钟炫的一举一动和言论 2015年钟炫在广播中提到了Muse的概念 认为女性可以激发艺术家们的灵感 这番言论被酸民认为钟炫是艳女 所以开始对钟炫进行网路霸凌 虽然后来钟炫有在Twitter上做解释 强调自己绝对没有贬义的意思 但酸民根本听不进去 2016年的12月钟炫的第二场个人演唱会上 他播放了自己穿印度服装跳舞的影片 被认为是在贬低印度文化 然后再聊到LGBT话题时钟炫说 虽然我尊重你们的性向 但我不是那边的 因为用那边指LGBT族群 同样也被放大说这是在歧视同性恋 不是 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些网友很奇怪 他前面是支持 然后你骂他 然后他现在这样子 然后你说他歧视 就是到底 你看到这句话你会 你说不是那边的 其实我不会觉得有什么 他可能不想直接说 他说干我不是那边的 我们就是不一样 美恩不一样 这边那边 只是大家可能就是会放大一些话 我是那边的 哈哈哈 事情发酵后 钟炫不只立刻删除影片 也在推特上连发了 7则贴文道歉和安抚粉丝 强调是自己的错 没有辩解的余地 也说自己绝对没有歧视 或不尊重印度文化 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他的搞笑演技和表情 另外关于那边的用词 钟炫同样做出了道歉 表示是自己用字不精准 从今以后不会再用到那些词汇 可能一直以来的这些争议 流言蜚语 以及这些一点也不想放过钟炫的黑粉酸民 加上多年来在演艺圈里的加厉 最终让钟炫罹患了忧郁症 并在2017年12月18日 钟炫为他的人生做出了最后一个选择 2017年12月 钟炫先是在清潭洞租了一间公寓 并在18日的中午入住 当天下午钟炫的姐姐就收到了钟炫的简讯 内容说自己这段时间真的很艰难 并且做出了最后的道别 让钟炫的姐姐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并且报警 而当警方前往住处后 发现钟炫已经在公寓中昏迷不醒 现场也发现了 痕迹 因此认为是钟炫选择了自我结束 得年27岁 那时候刚好可能其他成员都有个人活动 他就是选择他们这些座结束后 哦 到最后还帮人家想 钟炫离开的消息一出后震惊整个南韩演艺圈 不管是谁 包含歌迷们全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的好友乐队Deal Cloud成员 奈也在和钟炫的家人商量后 在IG上公开了钟炫的遗书 更说这是钟炫生前亲自拜托他 如果哪天自己离开了 希望奈可以帮忙上船 内容说到自己被忧郁症给吞噬 他没办法战胜他 也很恨自己 并说总是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很想要逃离 一字一句都可以看到钟炫的痛苦和挣扎 收到纸条的奈当时非常震惊 也很努力想要帮助钟炫 但最后钟炫还是和大家永远的道别了 其实他的遗书还蛮长的 然后长大你都可以看到他这个很痛苦跟挣扎的感觉 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有看过医生 就我觉得我们可以很理解他的心情 对 我觉得就我们一般人是真的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个心情 就是你不能说他怎样就怎样 明明我们都陪着他为什么还会 绝对不能这样讲 因为你真的没有体能体验这样子的心情 那个情绪来真的在那个宣温里面走不出来就是走不出来 而且他是一个很突然的 但像他已经又是重度跟体现的 因为更严重 在钟炫离开后最通心的除了家人之外 Shining 的成员们温柳、Key、敏昊和泰明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他们为了不让粉丝们失望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 继续完成原定的行程 包括在2018年2月的日本演唱会 3月的日语专辑 以及5月Shining出道10周年的正规六集等等 之后成员们上节目也有提到 他们这么努力是不希望被外界认为他们会因此倒下 更不希望是透过别人口中说出Shining的后续 在2018年1月的金唱片奖上 因为离钟炫离开还不到一个月 所以当天所有艺人们也都向钟炫献上吊念 好友IU在得奖后提到自己还是很悲伤 李嘉一也为钟炫特别演唱了她创作的Brief 最后更是忍不住哭了出来 我看这个舞台 哭爆 真的哭爆 真的哭爆 真的哭爆这个舞台 随后SM娱乐也宣布 会在2018年1月发行钟炫的一作Poi Artist 这是原先就预定好的行程 钟炫更是在生前的演唱会上还表演了新专辑的收录曲 只是没想到这却变成她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 而这张专辑的所得SM表示将会全部转交给钟炫的母亲 之后我钟炫妈妈也将这笔收入用来成立了Shiny基金会 希望可以用来帮助年轻文化艺术家们 而命名由来就是曲子Poi Artist的主打歌 2021年在温柳Key和明豪相继退伍后 SM也宣布Shiny开始准备第七张正规专辑Don't Call Me 可能因为经历过当兵时期的沉淀成员们在节目上更大方的提到了钟炫 像是他们上YouTube频道ODG时有小朋友发现少了一个成员 询问是不是退团了 更强调钟炫不是坏叔叔是一个很好的叔叔 Key则是在我独自生活中和泰妍聊到 这次的回归活动真的让他觉得非常的累 最累的地方莫过于还在活动中的他们少了最重要的主唱 更透露当时日本演唱会 他们四个人要分担钟炫的Push都觉得自己唱不出来 即使几年过去了 还是当年五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是最有趣的 在拿到一位时也忍不住说自己有很想见很思念的人 更说钟炫留下的空位依然很大 大家都还是非常的爱他 之后Key也说 其实他很讨厌不知道能不能提起钟炫的那个竞技氛围 当时一方面是怕自己说出来后会被有心人士给利用 但从现在开始他想好好的开始表达自己很想念的心情 会小心翼翼但不会再逃避 用安稳且健康的内心去承认已经发生的事 因为不管未来到什么时候 Shine永远会是五个人 他们也总是在演唱会或台上留了一个位置给钟炫 对他们来说就是如此习惯自然而然的事情 好啦那今天就是说的祝我们 Shine的二哥钟炫生日快乐之外 也想另外对他说你已经做得很好很棒了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对钟炫说的话 也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对啊加油打气 或是为Shine的其他成员继续为他们应援加油打气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高中的时候 然后我们班有一个Shine的粉丝 他哪一个时段他整直都魂不守舍 我又不知道我怎么安慰他 很难过 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是先震惊大于难过 像到现在应该说看一次苦一次 真的 在网路上这样子讲人家 以为我就是讲怎样怎样 你们都没有想过看到人的心情跟听到人的心情 对吧 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好像有看到 就是粉丝也慢慢从真的很难过哀悼心情 就觉得到现在可能陆续转换变成是 他至少是东西的深入啊 还是可以把他亲生 最后好像有看到台湾的粉丝 然后帮他办那种什么生日卡 嗯嗯嗯嗯嗯 而且他们这样讲都也不会换位思考 想说今天如果是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自己被骂的话 心情会怎么样 你要说道义人 你就每个去当中看YouTuber 对 真的 我都有看到你们这样讲什么 只是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好吗 喔 开玩笑 哈哈 好啦 大家拜拜 拜拜